大家好 今天的简单的开箱一个机器是小新pro16i511300hmx450的显卡16节内存512固碳16英寸的屏 机器首发的价格是5799我买来的 现在价格是6299我觉得蛮贵的 它还有一个版本是锐龙的5800h8和16线程1650的显卡 那个首发的价格是5999 平常的价格是6499 比这款的贵了200块钱 但碾压性的提高的配置 这让我想到我刚刚开箱的戴耳机15 那有人就问我 为什么AMD的比英特尔的版本要贵 凭什么不贵呢 比它好 为什么不比它贵呢 今天这个机器的表现呢 完全在想象当中 之前开箱的类似的配置直接套上就行 因为开箱过它的5800h的锐龙的核显的版本 那么它有一些过程会忽略 如果有兴趣可以往前翻看内器 那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YZZDN这6个字母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DIY台式机 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同的方案都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大大的彩色的盒子 侧面的是产品的各种信息 不用否则是因为很钝了 我磨过了还是很钝 开了很多机器了 我特地去看了一下AMD的版本的开箱 那个是千灰色 这个是银色 这些右侧的接口两个C口 这个是雷电口HDMI 这是耳机耳麦口 这些左侧两个A口一个SD卡槽 这些背后没什么前面也没什么 看能不能单手开盒 可以 这是开盒的角度不是180度 这是首发买来的机器 令人费解的是很多灰在屏上 屏是四面窄边框 底部不到一纸 这块屏是它一个重要的特点是16寸 轻拨板里面16寸还是很少见的 屏的规格和R9000P是一样的 是2560×1600 16比10 但它亮度会低于拯救者 就不会那么通透感 马上会有ThinkBook的16P 那么平时400尼特 那个价格就会比较贵了 可能8 9000块钱 3060的 键盘的布局挺好 两个回车键 这是方向键 手感 手感正常的轻拨本 不是拯救者那种手感 电源的按键比上一代要好 有一点点段落感 这是触摸板 大大的 D壳的进风口 这是长长的脚垫 电源适配器95瓦 Type-C的口弦大 弦重的话 可以用氮化夹 完全没问题 机器重量1930克 电源适配器410克 这是我自用的氮化夹重点器210克 机器插电才能开机 插电了 开机已经打开了 这是白色的背光 今天不给小纳同学露脸的机会 这还是一个跨幅 分辨率是2560×1600 60赫兹 全程都会放在iPhone加Q最高的性能模式上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iPhone加Q最高的性能模式叫什么名字 这是四核八线程的CPU 内存是16G的3200的双通道 硬盘是海力士 这是它的核显80EU 其实它这个核显就已经很好了 这是独显MX450 更新BIOS和独显核显的驱动 MX450是896的CUDA GD6的显存海力士 这样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MX450的上线的型号 BIOS没有更新 机器自带的就是最新的版本 PL12是50瓦和64瓦 平时滑星光电还不错 硬盘是海力士 如果是PC711那就很好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支持WiFi6的X201 内存43.4G每秒 82nm的延迟 三节缓程是214G 跑分开始以后42W 4.01G 71度 25980分放在现在来说的话 我坚定的认为就是不及格 你要说矮子里面拔将军 它也是个矮子呀 CPU的跑分跑完了 对比的机型的小米Pro15和这个机器是一模一样的 联想的机型的性能好一点是很正常的 但是第三个是一个很妖怪的机器 是小新AirPlus 你会发现CPU的性能除了单核是碾压性的胜出 因为它的5600U是一个6核12线程 表格的最右侧是小新Pro16只是给你们用来参考的 用脚本连续跑30浪25 最大值989 最小值944 差值是45 这么一个曲线 3DMark CPU是5115分 显卡是2311分 都非常明显的比小米Pro15要好 鲁大师总分349000分 减去易购分的话应该是256000分 CPU91000分 显卡92000分 差不多一个1050Ti的跑分了 用格式工厂剪视频现在47W 4.0G 84度 快结束的时候38W左右 346秒完成 远远差于5800H和5600U的机器 勾选了GPU加速以后 再来一次 现在是核显的 再运行 加速以后75秒完成 差不多快了5倍不到一点 PR导出视频 仅限软件 完全看CPU的性能 64.4946秒完成 只比小米Pro快了一丁点 比5600U和5800H都慢了挺多 选择GPU加速以后 再来一次 CPU是蛮载的 核显也有运行 快了蛮多 22秒4646秒完成 硬盘3790分 4K很高 4颗星台英零电最低的画质 屏幕你们拉到下面看 默认就是60% 我手动改成100% 分辨率是1920×1080 需要手动设置成16比9 右边变成红色了提示微润有可能超出两季 平均21帧 远远低于小米Pro15 那有可能小米Pro15也是低于100%的 只是当时我也没看 古墓令1920×1080 最低的画质60帧 这个帧数蛮高 比小新air 14plus高了5帧 比小米高了11帧 开始烤机 我所有机械都是架高的 包括这个机器 现在51瓦 3.95G 92度 93度 单烤CPU22分钟 现在温度是86度 3.76G 44.9瓦 开始双烤GPU频率很好 1.875G 59.1度 环境温度23.8度CPU3.51G 37.9瓦 86度 显卡一直保持在1.86G 63.3度 人的位置48.9分贝 在机身上58.9分贝 插线板上注意是106.6瓦 这是一个95W的电源设备器 作为一个轻薄本的烤机时间可能有点久 现在53分钟了 也要注意 现在电池有放电在6瓦左右 也就是说电源适配器供电不够 用电池补电 单烤显卡是1.875G 51.3度 本来我不打算跑SPAC了 但是我又成功的睡着了 那今天玩不成就让它自己跑了 这个机器的配置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用来做这类的用途 只是把这个数据呈现一下 好了 看一下游戏 这是绝地求生1920×1200最低的画质 80几帧 82帧 那这个帧数可能有点浪费 我来再改成三极致 好了 现在改成了三极致 在飞机上100帧出头一点 三极致就是大多数人玩这个游戏的设置了 那现在帧数在100帧左右 CPU的频率很好 这不是一个轻薄本的频率 33瓦 GPU72度 95%的占用1.65G 落地的一瞬间59帧 跑步的时候现在70几帧 CPU的频率很好 现在操作感受是没问题的 完全跟手顺滑 就它的散热 我猜想会挺好 但没想到有这么好 那就给它一点压力 2560×1600 这个分辨率估计不行了 不行了 不行了 帧数只有四十几帧 帧数不是最关键的 这关键它是不跟手的已经不行的 我又改成了1920×1200 现在帧数70几帧 CPU的占用50%左右 纯粹玩游戏的话 在轻薄本里面 这个机器还不错表现 整个的游戏过程中 CPU和GPU都没有垮它的迹象 英雄联盟2560×1600 最高的画质在170帧 162帧 正在发生战斗 现在在140几帧 我跟着小兵一起打他们的时候在130帧 围攻大本营的时候在130几帧 好了差不多就这样了 140帧左右 我刚刚把华硕无畏仆14的钱给付了4999 原神的音乐不像恩雅那种空灵浩渺 而是阴森森的 高画质2560×1600 进来以后现在30几帧 38帧 37帧 操作感受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算比较跟手 根处不高 只有30几帧 发生战斗的时候现在39帧 35帧 还好应该没问题 我突然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歌 这是这块屏 看B站的首页 跑下硬盘200G的混合模式 速度不差 温度也不高 怪怪的 它有两个测温点 一个是主控 一个是颗粒 现在最高的温度是68度 最高的温度是69度 写入是0.9G 读取是3.2G 顶着上线去运行了 硬盘的胶太黏 我没有撕得开 D壳是金属的 它有一个导热的胶贴 把硬盘的温度传给D壳 难怪刚才温度低了 L型的电池很大 75瓦时 这是无线网卡 下面是两条热管 两个风扇 两个除风口 内存的颗粒是焊在主板上的 不可插吧 M2的硬盘位只有一个 未来只能换 不能加装 两边是扬声器的位置 散热有游戏本的味道 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轻膜本 拔掉电源以后再跑R20 降低了50分左右 可以忽略 再切换了小雪花的模式 不知道叫什么 小雪花模式又降了几十分 也可以忽略 又改成树叶模式 再来一次 这里可以看到电池的放电 大概是在20瓦左右 1375 这回降了很多 我刚刚刻意放了很久 现在电池电量还剩79% 但是也可以用9个小时14分钟 看一下屏幕亮度 376 377 391 367 355 389 382 352 382 厂家的心理想 我不可能不出这样的配置 用户的心理想 这个大屏玩游戏搜搜的也不卡 机器的心理想 我已经在我的配置内已经很优秀了 我的心理想 你买一个4盒i5干什么 小心L14plus的5600U如果换到这个机器上 那非常完美 又能干活 又能玩游戏 价格还不贵 那款机器多少钱 4999 超级性价比 这个5799 它还少了两颗核心 实测的结果里面也看到了 那个机器大多胜出 虽然说了这么多不好 但是它在同配置的机器里面 目前来看是最好的表现 如果没有对比的话 这个机器可以吹爆 你们想一下MX450有没有机器能够表现的像这么好的 包括刚刚讲的小新L14plus的显卡是运行在1.35G上 它是在1.7G 1.8G左右 这是得益于它的供电 它的散热 它的BIOS 恰恰因为它调教的很好 所以也很可惜 不像有些机器先天后天都差就算了 马上会有英特尔的H45核心数会更高 不知道这个机器会不会有 机器底子很扎实 调教的也很好 缺点是4核的CPU和相对应的5799的价格 何况现在还是6299 最后的开箱机的折价减200块钱 就是5599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阵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进店以后说回血 可以找到这个机器 回血的机器不支持花贝和信用卡 注意一下 上架的时间是发视频的第二天的下午14点10分到15分之间 随机的一个时间 图文和汇总的表格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是YZZDN这六个字母也可以搜中阵电脑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可以在公众号的追新一篇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其他平台的私信留言都不要罚 没时间看的 也这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各种开车的DIY主机 感谢观看